大家好 给大家聊一个娱乐新闻啊 八卦新闻啊 真挺逗的哈 这个郭美美 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郭美美啊 这个让大家知道红十字会啊 的真相啊 红十字会 他们自己吃喝嫖赌 吃喝玩乐啊 这个 花了好多钱啊 也没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啊 这个郭美美事件嘛 对吧 这个现在郭美美呢 不是给关起来了吗 是吧 坐了两年牢 结果现在出狱了呢 他跟谁好了呢 当然他跟过很多人啊 有很多的男朋友啊 甚至都是干爹之类的啊 现在他跟他坐牢时 看守他的狱警恋爱了 有点意思吧 郭美美跟狱警 有这样的 我之前知道北京有一个禁毒警察啊 就跟他当年查办过的好像是个妓女 还是一个吸毒的一个女的 反正因为很多妓女不是也吸毒吗 就跟他好了 非要跟他好啊 现在你看有人说 郭美美说了啊 说谢谢你包容我 所有的脾气守护着我 网友都以为你是小白脸啊 其实警孝出身的你 骨子里都是正义感 我在最落魄一无所有时认识的你 那时我们身份悬殊 就把一个犯人一个看守吗 看到我被人欺负 你会帮我 那就在那个号里边 是吧 那一个屋子也关好多人呢 起码十个八个的吧 像郭美美这样的肯定在里边 是吧 受点气之类的啊 关心我给我很多温暖 这种感情一辈子无法磨灭 任何人都替代不了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们为了彼此都放弃了很多 朋友说我傻干嘛要公开 不怕影响自己吗 不怕 我谈恋爱就会公开 不养鱼 不掉铠子 虽然我们会吵架 恋爱中的我 恋爱中的我也是个幼稚鬼 有人说一谈恋爱不智商就低吗 但你一直在学着包容我 放下了自己的脾气个性 所以不管未来如何 我们牵着手 一起走下去吧 这郭美美的有一个豪宅吧 你看还有起码是两层的啊 富士豪宅啊 跟一个警察 关押他的时候啊 看管他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监狱看守啊 预警谈恋爱了 这郭美美跟过很多人啊 我听 也在美国的一个啊 大咖 叫赵岩吧 赵岩啊 赵岩在中国的时候当过记者啊 也也这个搞过维权 还被安全部关押在封台大红门的看守所里 安全部的看守所里啊 判刑 然后后来去了美国啊 听赵岩说这个郭美美的生父 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叫王仲福吧 说王仲福原来在湖南也是当个大领导啊 当头的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啊 说郭美美的妈是王仲福的情妇 谁知道呢 也许就是个普通人吧 反正当年包养那个郭美美的不是跟红十字会有关系的一个商人吗 叫王军啊 说传说是王震的儿子 那不是 那是同名同姓啊 这个王军就是广东潮汕人 就是经商的做生意的 当然有点钱啊 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认识王军 王军他们在北京还要做一个生意 然后聘我们这朋友当一个副总吧 或者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之类的 那会儿郭美美就跟着王军 跟着这个广东潮汕商人 跟红十字会有联系的 然后我这朋友也见过郭美美 所以我这朋友知道真相啊 并不像外界说的啊 是王震的儿子 王震的儿子不会找这种人 找不找咱不知道 但是没有 不会跟郭美美啊 反正如果是我 我不会找这种人 这种人都跟着多少男的了 对吧 他就玩你呢 他会跟你一心一意的 跟你一个小警察 对吧 他就满足他猎奇 有的女孩被别人玩 然后他在玩别人 我表弟啊 我表弟 我大姑家那个二表弟 比我小三岁 长得还行 然后也是去歌厅玩 就有一个小姑娘吧 东北的 就跟他好了 那小姑娘就是被别人包养的 被别人包养之后 人家有钱呀 大老板 可能一个月来一两回什么的 然后就包养我表弟 相当于那意思啊 就是这事咱都清楚 咱都没清啊 当然我表弟也不可能跟他真好 俩人在一块 棒了一段时间吧 还跟我大姑闹翻了 我大姑怎么劝他不听 还把家里边的车都开走了 非要跟那女孩同居 后来的找了一个正经姑娘 找了一个北京门头沟的 现在也生了一对龙凤胎 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哈哈哈 就这种ians是 别人 我们来说 好